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激烈的讨论了一下 这个团队特别好 不总是一谈和气 是关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家庭保险配置中 这个女性的位置到底应该怎么摆 应该放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因为之前我的观点总是说经济支柱 要配大量的保险在经济支柱上 要首先保证经济支柱 因为这个观点是基于很多朋友其实对保险的认知 我们总觉得还是太浅了 所以出现了很多家庭把保险的重点放到了孩子身上 或者保险叫平均分 忽视了这个经济支柱在家庭中起到的那个对家庭经济的那个输送的能力 因为那个原理很简单嘛 你比如说你孩子 我孩子真不幸了 对吧 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病 那么至少我还可以挣钱 但是如果我出现了问题之后 那不光是要花很多的钱 那我挣钱的能力也不足了 所以之前我们强调了很多给家庭经济支柱那个配置比例要提高提高提高的问题 那小庆给我提了一个什么意见呢 就是我们俩讨论那个交点在哪呢 就小庆说 我们老这么强调 会不会让很多家庭忽视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的那个重要位置 说这个女性其实在很多家庭里扮演的那个位置 不管是这个职业女性 就是我一边上班一边看护孩子 还是说纯这个在家里看孩子这种女性 因为现在很多家庭两个小娃 真的是可能真的需要一个人来全职看 她发挥的那个社会价值可能不是用金钱能衡量的 就是我们不能单看经济支柱这个问题来评判女性在家庭里保险配置的那个比例 这个时候我们俩争了很长时间啊 这个当然我可能比较理性 比较客观啊 这个那我就一直在强调 我说这个那如果家里的大经济支柱倒下之后 那可能会对家庭造成的这种经济的流动性产生更多的问题 那么小庆其实我觉得后来我仔细想了想 她说的也有道理啊 就如果女性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的话 其实对家庭的那个也会有一些贪差值的影响啊 这个可能也非常的不好 尤其是在子女教育啊等等方面 所以当然后来我们俩基本达成了一个一致啊 我觉得这个事就是如果说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 已经接受了经济支柱这个事就不再考虑重点在孩子或者平均分这种状态化的 我们可以再往后拉一拉 就是我觉得在一个家庭的合理的配置中 经济支柱肯定还是第一位的 但是女性这个事我觉得大家也要着重的考虑一下 因为的确我们必须要承认啊 这个我不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啊 我觉得这个事还要客观来平衡一下 女性在家庭里的这个地位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要比较着重的配置一些适合女性的这个保险吧 非常感谢小庆同事给我提的这个意见啊 可能我们一直在说经济支柱这个事可能会对有一些朋友 可能有点小误导就把那个重心太偏这边了啊 我觉得还是要更 呃 配置的更合理一些 最后咱们头条的观众老爷们 一定要点击视频下方的了解更多 快速领取武林秘籍 主与您的听众搞定 撒红队 要走没关系 里顶 吼 不是 在